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StepFunction课程的第16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ynamoDB至添加NoSQL数据 在咱们实际生产环境中 有好多时候呢,都是使用DynamoDB呢 来存储一些个系统日志 以被咱们今后的分析使用 对吧,OK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通过StepFunction呢 来向DynamoDB呢,添加一条数据 该怎么做,马上开始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DynamoDB至添加NoSQL数据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呢,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非常标准的DynamoDB的操作 咱们呢,先看画面左方 这呢,是一个用户 比如说,咱们公司呢,开发了一款手机APP 对吧,这个用户呢,正在使用它 然后呢,比如说,他点下了购买键 这个行为呢,咱们要记录到DynamoDB当中 咱们呢,就可以通过用户 咱们呢,组织一个JSON对象 购买日期,购买产品 花多少钱,购买几件 对吧,咱们呢,就会开始工作流 接收到用户的这些个订单数据 然后呢,咱们可以激活LAMDA 同时呢,再可以激活DynamoDB呢 然后进行处理 然后呢,记录完数据之后呢 结束咱们工作流 当然,大家请看 这个LAMDA函数呢,并不是处理插入DB的动作 它呢,比如说执行一些个业务的处理 比如后台启动事物,或者说插入RDB 然后呢,咱们要通过咱们的CFunction呢 向DynamoDB中插入数据 这个呢,才是今天咱们要完成的工作哦 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有四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先建立一个DynamoDB的数据表 然后呢,咱们写一个LAMDA处理函数 当然,这个处理函数呢 咱们并不是插入DynamoDB的操作 而是呢,来生成数据 然后呢,把生成的数据插入到DynamoDB当中 接下来呢,咱们就建立工作流 完成,把LAMDA函数的处理结果呢 添加到DB当中 小马再次强调一下 添加DynamoDB的操作呢 是咱们CFunction完成 不是在LAMDA函数中处理的哦 最后呢,咱们执行做动作确认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就丛灵剑表开始 给大家演示一下全过程吧 做到了 在LAMDA几乎 我说 这里是和尚,一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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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的月的月的月就要是在一起的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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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感谢观看